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许多读书人心中的一座圣城 中国伟大的史学家 文学家司马迁就出生在这里 他的一部史迹讲述了中国三千多年的历史 也成为了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一艘 如今啊 他的目词东陵黄河 雄伟壮观 徜徉其中 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司马迁高尚的人格魅力 更有他对真理 执着追求的精神 从这片热土上走出去的杰出才俊 数不胜数 近明清时期 考取功名的就多达一千四百多人 蛇战张仪的司马错 主审和珊案的状元宰相王杰 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成等 也都是我们韩城人 韩城是一座写满故事的千年故事 远古时期 大宇在龙门凿山枢流 至水十三载 三过家门而不入 成为了古今传颂的一段佳话 李月龙门的传说 赵氏孤儿的故事也都发生在这里 向我们尝试着这座千年文化名城的无穷魅力 更值得一提的是 1937年的秋天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 就是从这里东渡黄河 出师奔赴华北抗日的前线 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 韩城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 韩城古城龙门 文物古迹遍布城乡 韩城古城本身就是全国保存较为完好的六座古城之一 一条千米的明清古街道 一群元代古庙与建筑 一批黄河民居四合院 历经了一千三百多年的风雨沧桑 风貌依旧 格局完好 民居瑰宝大家村 距今已经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 家家户户的门楣 罩墙上 都刻有祖先留给子孙的格言景句 从修身 处世 诚信 清廉等方面 时刻警醒着自己 也时刻教育着厚人 荡家村已经成为陕西城首个家训家规的教育基地了 韩城有着古风 古运的民俗风情 历经了千年文化积淀 民迹司马大连 韩城行古 韩城秧格 已经入选了国家非物质文化的遗产 台神楼 打五元 以其粗犷豪放的气势 舞动在黄河之盼 向世界讲述了千年古城的动人故事 刚才啊 带大家品略了一些文化大餐 舌尖上的美食也是必不可少 韩城特有的羊肉糊涡 羊肉和卵 扫子馄饨 每一道美食后面都有一段饶有趣味的故事 相信啊 品尝之后一定会让您回味无穷 韩城也是一座区位优越的枢纽城市 这里是晋 闪 玉 黄河的金三角 上面一个重要的节点城市 韩城由始发直达北京的列车 有横跨黄河的五座大桥 域内公路里程达两千多公里 韩河机场也即将投运 立体交通的大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韩城正在谱写追赶超越的奋进华章 韩城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市 城市绿化美化 成林成景 生活环境更加宜居 韩城也是一座因能源而新的工业城市 是西北重要的能源化工基地 陕西最大的钢铁基地 正在加速构建钢铁 新能源汽车 循环新材料 绿色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 韩城还是中国的花椒之乡 大红袍花椒的总产量占到了全国的六分之一 小小花椒树已经成为群众致富的大产业 未来 我们一定坚持绿色发展新理念 加快建设黄河沿岸区域性中心城市 让人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更美好 有故事的韩城 有味道的旅程 我代表50万热情好客的韩城人民 衷心欢迎朋友们到韩城来旅游观光 到韩城来投资兴业 开启一段非同寻常的旅程 度过一段充实难忘的时光 中国物媒让万物开口说话